大家好,我是贵贵贵老迪哥 今天我们提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因为在今年和去年前年 每年开春的时候 都有很多,特别是一些新玩家的朋友 然后,乌龟顺利越冬了 三十月份醒了,又懵了 虽然说是健健康康,冬眠过来了 但是又懵了 该不该胃,怎么说胃呢 就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是真正这个问题 提前跟大家做一个预防 到了明年开春的时候 你的乌龟醒了 你就不会再慌张了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一点 就是说温度不稳定 或者说温度低的情况下 宁可不胃 饿不死 但是你如果一胃 就有可能出现大问题 或者说是给它造成肠炎 等等一些疾病 怎么来判断呢 比如说有的乌龟 家里面三月份 是不是 也今天的天气不同 今天天气热得早 三月份就一下 上到二十多度了 二十多度了 某一天某一两天 乌龟醒了 不要喂 观察天气 就是说乌龟它是变温动物 它的生理机能是跟着温度来的 温度高 它的消化呀 形成代谢呀等 它就会变得比较 比较快嘛 形成代谢会加快 生理机能会变得比较活跃 但是今天的升温 明天的降温 这种是不好 它吃了受不了的 所以说你的乌龟醒来之后 不要喂它 甚至于你碰都不要去碰它 还是一样的 根据温度和湿度做好维护 什么时候喂呢 就是说 你的当地的天气 可能稳定在二十多度以上了 这个时候再放心去喂 就不会出问题 大家只要记住一点 苏醒之后 少去折腾 因为冬眠过后 它还是处于是一个比较 机能比较缓慢 而且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 应该是少折腾 等待温度稳定 就是强调三点 稳定稳定稳定 然后一些过渡方面的一些操作 要平稳 就能够保证乌龟健健康康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跟我们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请跟我们私信 或者留言